视觉设计融合在地意象 打造具美感的现代化空间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里是瑞芳国小历时八个月 斥资1500万打造的全新中央厨房 也翻转大众以往对于学校自立厨房的刻板印象 那我们历经了规划设计 这道施工完工历时了大概八个月 那这期间呢为什么会这么长 所以是我们希望说提供更完整的食欲的一个空间 让孩子吃的健康又卫生又安全 那所以呢再结合就是我们的饮食教育 让孩子呢知道每一个食材 真实的食材的样貌 透过教育让孩子更懂 我觉得新的厨房很干净 然后看起来很整齐 感觉工作会更有效率 我觉得很棒可以让学生动手做 瑞芳国小校长表示 学校自立厨房供应宁静瑞芳国中 瑞甘国小联动国小 喉童蒙缩十小四校 这次扩建改善烹煮环境 并以未来实验室为主题 于厨房周边设计透明橱窗 及互动模型板等食欲互动区 让厨房不再是学校潮湿阴暗的角落 餐点的备制过程产生教育意义 促进学生对食材 烹调及厨房职人的尊重 可以就近公餐 让他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我想在那个整个卫生局 我们有食安智慧监控中心 跟卫生局 农业局跟教育局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温度 那所有的自立午餐 几乎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温度就在就近公餐 马上炒好 马上吃 所以在食安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美热地计划 四年来投入了六亿多 我觉得不只在食材上面用在地 年小朋友的均衡 五色均衡 然后帮我们都想到非常非常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营养的摄取 还有加上一个APP 哇 现在的家长也都不用担心 小朋友吃什么 怕了吃不好啊 他们都会烦恼 现在孩子生了酒你知道吗 我们都可以就APP来看到 今天你的宝贝吃了什么 教育局长进一步指出 新北市梅合偏乡学校 成立食材采购联盟 渴望透过具经济规模的采购方式 降低成本减期学校负担 同时结合首创校园通APP 透过午餐管理模组 直接连接校园食材登陆平台 让家长能够方便查看午餐 菜色及食材 制造及供应商 产地来源及国产标章 营养成分等资讯 及时掌握孩童午餐资讯 食安更为透明看得见 让偏乡孩子吃饱也吃好 健康快乐成长 介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